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這本書的第十三章的第四小節 也就是Sign Kit Learn這一個套件的簡介 那這個套件基本上是比較多用在機器學習裡面 但是不包括深度學習 那你會說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跟AI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這個東西你可能就容我再自我引用一次吧 所以你可以到我的網上去 然後有一系列的有關於深度學習的影片 那就是在這地方有一個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 然後你就按下去 那第一步都是開頭 就是自己告訴大家為什麼要錄這個東西 所以從第二步開始他就講說那AI跟機器學習 還有深度學習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所以你就去看一下這一部的影片吧 那下面其實我這影片都還做的還挺不錯的 因為至少他都有把一些小的主題 到底在第幾分第幾秒的時候 那就會把它寫出來 所以你假如說你在PC上的話 其實直接按下去就會連到這個主題開始的那個時間點 那當然在手機上其實是沒辦法的 所以這個功能好像只有在桌機可以這麼用 好所以我們這邊就不再去細講了 那基本上就是說 SignKit這個套件大概都是用在機器學習 但是深度學習通常就不大用SignKit 因為SignKit它的深度學習的東西寫得真的蠻像玩具的 還很難玩 所以假如你要做深度學習的話 你可能就是用Keras或者是用TensorFlow來做吧 但是你假如說你是做記憶學習 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比較淺層的學習的話 那實際上這個SignKit還是不錯的 那它裡面大概就有很多記憶學習的方法 例如說一些常見的Logistic Model 或者是SVM 或者是Decision Tree 還有什麼Random Forest等等 那這裡面都有 所以通常在做這種 機器學習的時候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還是很快的講一下機器學習它的信念好了 就是說一般的統計 我們都是丟進去解釋變成X 然後再丟進去一個Rule 一個規則 然後請它去幫我們預測一下 在這些S之下 預測出來的Y到底是什麼 但是有些東西的規則很難寫 例如說你怎麼去交電腦去認識一隻貓 那你這個貓的特徵 你再怎麼寫 再寫規則再怎麼寫也寫不完 而且再怎麼寫都覺得有漏洞 那可能前後還會矛盾 所以有些規則真的就很難寫 就像你今天說一張圖片是色情還是藝術 然後你就說我要定規則 第一個規則就是它漏幾根毛才叫做色情 然後第二個Rule的面積是多少 那你會發現這怎麼寫都寫不完 而且也會有抵觸 所以機器學習的想法就是說 與其規則很難寫 我們就乾脆讓規則 讓機器自己去找規則好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丟進解釋變數X 然後順便把這個X的標準答案Y 也丟進去給機器 然後就說好吧 解釋變數就是X 然後它的標準答案就是Y 那我的數據都給你 數據都丟給你好了 都已經丟給你了 那你就自己去找一下X跟Y之間的規則是什麼吧 換掉中的規則就由機器去找 那這就是機器學習它的一個精髓跟普通的傳統的統計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那所以通常你就是要經由大量的資料 然後讓電腦去找規則 那這個規則怎麼找呢 通常就是我們會把Data分成幾塊 那第一塊可能就是用來做訓練 那我們就叫做Training Data 然後第二塊我們就用來做測試叫做Test Data 那這個其實就有點像是傳統裡面的什麼樣本內的資料跟樣本外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拿樣本內的資料來訓練 那訓練完之後可能就得到一些規則 這個規則當然就是用一些權重來表示 好所以到底訓練出來的東西是好不好呢 你可能就會說那我們就拿去Test Data 測試看看嘛 看機器預測出來的答案跟標準答案呢 是不是真的很接近 例如說準確率是不是很高等等 分類的準確率是不是很高等等 然後呢假如效果不好呢 那你就會說那就再回去再訓練一次吧 例如說把整個模型調一下 可能加個什麼Gridation之類的啊 或者是呢我就加個什麼CrossVeditation之類的 那在訓練完之後呢 那我們再不知道好不好再拿去測試資料 測試看看 假如測試不好的話 我們就再回來再訓練 那你會覺得這好像聽起來很不錯啊 很正常 但是其實很有問題啊 為什麼 因為呢 那當你今天你想要分成兩個資料 就是說呢 我希望這個Test Data呢 都是機器呢 它沒有看過的Data 是一個乾乾淨淨的Data 不能夠有任何 有關於這個訓練資料的一些訊息呢 被被洩露到那個測試資料 可是呢 當你今天你訓練完之後 然後呢把那個Model 然後拿來用在測試資料 然後測試不好的話 你又再回去再去做訓練 然後再訓練完之後呢 又得到一些參數 你再拿來對Test Data呢 再去看看到底訓練的好不好 結果不好的話 你又再回去一次 那事實上 事實上你現在來來回回的過程之中 就很多訊息呢 就偷偷被Test Data知道了 所以呢 你會發現你最後 根本不是在對Test Data去FIT 其實你已經在對Test Data呢 在做FIT了 換句話說呢 今天這個測試Data呢 就受到污染了 受到污染 所以呢 通常的做法就是什麼呢 通常做法就是說 我們要保持這個Test Data的純潔性 的乾淨性 所以呢 我們會在Test Data裡面 再割出一小塊出來 那這個東西呢 就叫做驗證的資料 Validation Data 好所以呢 真正在做訓練的時候呢 其實是拿前面這堆東西 來做訓練 然後呢 訓練好參數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丟進去 這個Validation Data 然後看看效果好不好 不好的話呢 那就再回去再做訓練 然後就在那邊 可能會來來回回好幾次喔 那當然呢 你就知道來回越多次的話 其實你最後呢 可能已經在對Validation Data 在做FIT了 而不是在對訓練資料 在做FIT了 那總而言之呢 這樣子假如弄完之後 你覺得訓練出來的Data 還不錯的話 那個參數還不錯的話 你就用在Test Data 用看看吧 那假如做出來 用在Test Data 效果很差 那就算了 那不要再回去喔 不然呢 其實呢 你又讓某些Test 就是說你又讓Test Data 遭到污染喔 所以通常呢 就會把資料分成兩塊 然後訓練資料裡面 還會再割一小塊 當作驗證資料喔 那你可能就會想說 那這樣驗證資料 其實它並沒有參與 估計參數的過程啊 真正估計參數的過程 只有前面這一塊啊 那驗證資料呢 其實它並沒有去用來估計參數啊 那難道這樣它也被污染了嗎 那的確沒有錯 它真的被污染啊 因為呢 你今天 驗證資料 雖然沒有參與 估計參數的過程 可是它有 共同參與 決定這一組參數 好不好的過程啊 所以呢 事實上它 已經 它裡面的訊息呢 已經被這個模型知道了 換句話說 那驗證資料也受到污染了 所以通常呢 就會把資料呢 切成三塊 那一定要確保一塊 啊 測試資料呢 是沒有被污染的 好 這個就是啊 它這邊它所寫的喔 那通常我們在 做這種記憶學習的時候 那我們呢 會把資料切成兩塊 一塊是訓練資料 一塊是測試資料 訓練資料裡面呢 我們通常會再切一小塊 叫做驗證資料的 好 那這裡呢 它要舉個例子喔 它這個例子呢 是Cargo上面 曾經比賽過的例子 那就是呢 鐵達尼號的一些乘客的資訊 然後呢 包括 最後他們到底有沒有獲救 有沒有生存下來喔 所以呢 這是Cargo上面的一個比賽 那 就是那給你一些乘客的基本資訊 請你去訓練一個模型 來預測誰會活下來 誰不會活下來 他只是做一個範例而已啦 所以他也 他最後也說他不見 他覺得他做的這個東西 應該是效果很差的 但是他只是做一個範例而已喔 那其實這個資料集 不是很好訓練 因為 人會不會獲救 可能跟他要不要展現 他的身世風度是有關的啊 搞不好他本來就可以獲救 他是老人 他可以獲救 但是他決定他跟他的太太一起 一起 一起 葬身在大西洋底 那其實都是有可能的 當然你還是可以找出一個PATENT出來 就是說可能 最底層的那些人 因為最晚被放出來 所以可能獲救率就比較低 但是 還是有很多的例外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Data 我們不用去抓了 因為在 作者 他給我們的Github 的 答案裡面 那有一個Example 那這個Example裡面 有 不是Example 是Dataset裡面 然後有一個Titanic 他就有一個Training Data 那長的就是像 這個樣子喔 好 我們就把它看一下 長得就像這樣 所以就很多資訊 例如說 乘客的ID 那這個當然就是代號 這沒有什麼 然後你到底有沒有活下來 那0可能就是過世了 1就是有活下來 然後你的長等是多少 你的名字是什麼 你的性別是什麼 年紀是什麼 然後年紀 還有好多Mission Value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資訊 那還有你的Ticket Number 你的這個傳票的費率 然後你是在什麼長等之類的 然後你可能在哪裡上岸之類的 對 那就是有很多的資訊 好 那這個事實上是訓練的資料 然後呢 測試的資料呢 其實也長得很像 只是有點不一樣而已 好 所以呢 測試的資料 你就發現 好像都一樣啊 但是測試的資料呢 它只到K這一欄 但是訓練資料呢 它到L這一欄 好像多了一欄 所以多了什麼呢 多了到底有沒有存活 也就是說呢 訓練的時候呢 它有給你這些成果 到底是不是存活 但是呢 在比賽的時候呢 測試資料 其實它並沒有給你 那個這個這個這個成果 到底有沒有存活 畢竟那是比賽啊 他們不能把你 不能把標準答案給你啊 不然就不用比了 但是其實這個資料庫呢 現在在網路上 已經可以抓到完整的 不管你 就是抓到完整的 1000多個乘客 到底 最後有沒有存活的資料 那 作者現在給我們的資料呢 是他從卡口上面抓下來的 所以 測試資料事實上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那這也很合理啊 因為有標準答案 測試料都給標準答案 就不用玩 就不用比賽了 好 那我們呢 就把 這個資料load進來 那主要呢 我們是要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主要是 欸 上面那個錄影的 圖案不見了 糟糕 我必須要停一下 看看發生什麼事了 免得等一下我講的 其實都沒有錄進來 還在這邊 嗯 好 這樣子有點害怕 它被擋住了 對 因為我以前常常 常常吃到這很會 好 算了我就假設它存在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 用 read csv的方式把它讀進來 所以你就把路徑寫好 那就可以把這資料給讀進來 那 訓練資料我們就把它叫做tram 測試資料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test 那這個路徑怎麼寫 才讀的進來 真的就請大家去看我們 這個系列第一部影片吧 那不然呢 你的路徑沒有寫好 是讀不進來的 那我們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好 所以弄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 例如說訓練資料的前四筆 就把它叫進來看看 那這個 叫進來的結果 跟我們剛剛在Ethel裡面 看到的是很像的 好 那當然拿到資料之後 你就必須要去看一看 那這個資料有沒有遺失值 有沒有遺失值 所以呢 我們訓練資料跟測試資料 都要看看到底有沒有遺失值 所以有沒有遺失值 就是用 點isnum的方式去做 然後點sum 就可以看看 有多少個遺失值 好 所以我們就tram.isnum 然後點sum 就發現了 嗯 這個年紀的遺失值還蠻多的 然後呢 carbin 就是它到底是哪個倉等的 那個遺失值也蠻多的 好 那測試資料呢 我們也來看一下 測試資料呢 在年齡這地方遺失值也蠻多的 那carbin這邊的遺失值呢 就更多了 好 所以這個作者就說 因為呢 這些變數 有些可能沒有解釋能力 例如說 Passion的ID 這顯然沒有解釋能力 它只是12345 這樣子編 然後呢 你的名字是什麼 應該可能也沒怎麼解釋能力吧 因為很多有名的人 他還是寧願留在床上 跟這個床共存完被沉下去 所以或許也沒有解釋能力 所以這個作者就說 好吧 那我就抓年齡 我就展示一下 該怎麼去處理這些data 他說我就抓年紀 來當作是一個可能的解釋變數 但是呢 年紀 你就發現它有很多missing value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就 怎樣 就把那些missing value 填一個數字進去 那到底要填什麼呢 他就說 那我們就填 就填 中位數好了 也就是 年紀這一欄的中位數 好 所以怎麼填呢 其實就是fear ma 首先呢 先把tram 這一欄裡面的 edge 的那個年紀 就把它給 抓出來 然後呢 去算它的中位數 然後呢 就把它命名叫做 impute value 好 所以他就不管是 訓練資料 或測試資料呢 的edge內欄呢 凡是遺私值的部分呢 全部填入訓練資料呢 所算出來的 所算出來的這個 edge的中位數 好 那這個fearna 的方式呢 我們講過很多遍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說 它是可能是什麼性別 搞不好跟它會不會獲救 也蠻有關係的 但是呢 我們剛剛所看見的性別呢 它其實是 是用那個文字來寫的 用字串的方式來寫的 而當然呢 你可以把性別這一欄抓出來 然後呢 就是說 我就是要針對這一欄去做 domin variable 那也可以啊 它就會幫你把它做 domin variable 但是呢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手工練字吧 就是自己 自己來練字一下 好 所以呢 怎麼去練字呢 它就說今天 訓練資料裡面的 sex內欄 假如 equal to female的話 那換句話說 它假如是女性的話呢 那 我就 把它as type 變成整數吧 變成整數 好 然後變成整數之後呢 我就 再給它 原來的data 新增一欄 叫做 is female 好 所以呢 我就會在原來的 那個data表現裡面 新增了一欄叫做 is female 它裡面呢 就是都是010101 它假如是女生的話 那就得到1 假如是男生就得到0 好 那 測試資料呢 也這麼做 好 那這當然是手工練字的方式 去做 domin variable 出來啊 那其實你也可以指定某一欄 去做 domin variable 做完之後呢 再貼回原來的 data frame 這也是可以的 反正有太多的方式 可以去達到相同的結果 好 所以呢 我們再把這個trainin data的前四比 再叫出來看看 那 跟之前來比差在什麼地方呢 差在最後 多了一欄 叫做 叫做 is female 這一欄 所以我們看一下 它前四比是0111 就對應呢 其實前四個呢 事實上是男生 女生 女生 好 那 接下來呢 他就說好 那我現在呢 決定要抓 某些的解釋變數出來了 所以他決定抓 你到底是位於哪個長等的 所以呢 可能頭等長的會 獲救率比較高一點 他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數 然後呢 你是不是女生 他也覺得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數 你啊 年齡幾歲 或許也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數 所以他現在決定抓 這三個東西出來 他就把這三個欄名呢 寫成一個list的形態 然後呢 就把它叫做predictor 好 所以他就說呢 在trainin data裡面呢 我就抓這三欄出來 所以呢 trainin data裡面 那因為呢 trainin 它本來是一個dataframe 那dataframe呢 你要抓哪些欄出來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就把那個欄名寫下來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抓這三欄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data 是在dataframe裡面 那他呢 等一下要 用那個 Synkit-lens來做 來做分析的時候呢 他打算在numpy的環境下去做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data呢 從pandas裡面抓出來 怎麼抓呢 那就是我們之前一部影片所說過的 就是呢 你就點values 那這個data呢 就抓出來 而且變成是一個正列的形式 好 那出來的結果 我們就把它叫做strain 然後呢 stest呢 也如法泡子一方 然後呢 標準答案當然也要把它抓出來 變成是正列 所以呢 標準答案其實就是呢 它有沒有survive 也就是survive的這一欄 所以呢 我們就說在訓練資料的dataframe裡面 我們就把survive的這一欄抓出來 而且呢 把它的value抓出來變正列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white-train 那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沒有white-test呢 因為這個作者的data 是從比賽的網上抓的 所以呢 test data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不然就不用比賽了 所以這就是他這個例子 最後他沒有做完的原因 因為他還是假裝他沒有得到white-test 其實white-test呢 在網路上已經可以抓到 抓到white-test的標準答案 是可以來測試看看呢 這三個解釋變速到底 預測能力好不好 不管 反正呢 他現在就是假裝 我還是沒有white-test 所以他就只有在training data裡面呢 那就把這個survive內欄抓出來 而且呢 就把它變成是正列的方式 正列的形態顯現出來 就叫做white-train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strain的前無比 叫出來看看 就發現他果然變成是一個正列的形式了 那3022代表什麼呢 代表上面的這個3 這裡3 然後呢 這裡是0 然後那年紀是22 也就是說他現在就只有抓這三欄出來而已 然後呢 訓練資料的y 也就是他有沒有獲救的前無比就是01100 其實就是這裡的0110 那你只要再看下一比就是0 好 那他現在呢 決定用一個還蠻古老的方式 叫做logistic func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通常翻成什麼邏輯師回歸 那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雖然它叫做regration 可是其實它不是在做regration 它是在做分類 所以這是一個很古老的分類的模型 好 所以他就從signkit-learn裡面的linear model 就import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然後呢 他就把logistic regression 就叫做model 也就是我們現在model 事實上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好 那接下來呢 你又看見.fit了嘛 所以.fit就代表說 我現在真的就是要去做訓練 用這個模型去估計這個模型裡面的參數 然後我丟進去的就是s的訓練資料 跟y的訓練資料 好 那這個到底是要丟s還是丟y 當然就是去檢索一下 就知道了 但是呢 通常在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裡面 通常都是先丟x 然後再丟y 這跟我們剛剛所看見的 一般傳統來做回歸 先丟y再丟s 又不大一樣 好 那當然一個模型裡面 有太多的參數可以調了 那例如說c 就是要不要做regration等等 然後今天這些分群就是有沒有獲救 它會不會樣本差很多 要不要加個一些權重等等之類的 然後到底是用什麼樣的 怎樣的那個server來算 等等 然後要不要加regration等等 但是你假如說什麼都先不管的話 那也可以啦 那就是全部都是用它預設的 好 所以呢 這樣子model fit完之後 model fit完之後 我一定是上面有些東西又沒有按到 好 所以可能是上面講的太開心了 我又忘了 忘了某些的事情 對啦 就是這個missing value沒有執行 data沒有執行 也就是說呢 很多的這種 像我們之前所講過的 data models的這種套件 或者是呢 scikit的套件 它都沒有辦法接受有遺失值 所以呢 遺失值就是要把它填起來 不然就把那個data給消掉 那剛剛我在講這個 遺失值這一個sale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執行它 所以呢 其實資料是有遺失值的 難怪它就不讓我做了 它就生氣了 好吧 然後我就把所有東西都在執行 那這下應該是可以了 所以就終於可以了 好 那做出來之後呢 你當然可以去看一下 原來的訓練資料的predict結果是怎樣 但是那個東西當然很重要 可是我們更重要的更關心的是 那它在從來沒有看過的test的資料上 到底表現的如何 所以呢 這裡就一個model.predict 那就是呢 它會把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樣本呢 在我們估計出來這些參數的模型 到底機器會說它有沒有獲救 好 所以呢 你這也可以放sTest進去 也可以放sTrain進去 那就是看樣本內的預測結果 那 但是呢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樣本外的預測結果是怎樣 所以呢 你就放sTest進去 然後呢 就寫model.predict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是機器預測出來 關於它所沒有看見的那個testdata裡面 到底那個人有沒有被救出來 有沒有獲救機器的預測值 好 那這個就是ypredict 那ypredict 你也可以看前十筆的結果 那就是呢 這個是機器預測出來 對於它所沒有看過的那個testdata 它預測那個人有沒有獲救的結果 然後作者呢 寫到這邊就說 假如呢 這時候你的testdata有真實的答案的話 有真實的答案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比較了 那個準確率是多少了 所以那機器作者這邊 他就不做下去了 他就假設呢 我現在是在比賽 比賽本來的testdata呢 就是沒有真實的答案了 好 但是呢 事實上 我們說其實訓練資料裡面呢 事實上是還要再切一塊出來 一塊出來呢 然後來做驗證的 也就是說你假如正實在比賽的時候呢 那你是暫時呢 看不見testdata 你只有訓練data 然後訓練data呢 你就是在那邊一直訓練 可是呢 這時候你就要切一塊出來 當作驗證 所以你可能就會在訓練跟驗證這邊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然後最後等到它公佈了testdata之後 你再把那個模型呢 就用在testdata呢 然後就只能用一次 那就是 決定你到底 這次比賽的結果是怎樣 好 但是呢 這個作者到這邊就 沒有做下去了 好 那實際上呢 通常 你假如在訓練的時候 那你的 拳凝跟valuation之間呢 那你訓練出來 那 或者是呢 你最後的testdata呢 你把它用在 剛剛今天的testdata上 通常會去做一個 叫做混淆矩陣的東西 那混淆矩陣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在看你 今天這個模型 訓練的好不好 其實呢 關於分類的問題 那模型到底呢 最後訓練好不好 有沒有分類的很正確 準確率多少 這個在統計學上面呢 已經有滿坑滿谷的工具呢 可以用了 包括什麼ROC curve 或者是什麼混淆矩陣之類 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那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用的是一個東西叫做混淆矩陣的 它可以幫你算那個Position Rate 然後幫你算Record Rate 那還可以幫你算一個F1 Score 那這是我比較喜歡用的 那假如說呢 你對這個混淆矩陣還有呢 什麼叫F1 Score 什麼東西叫做準確率 什麼東西叫做回扣率等等 Record Rate等等 那就容我呢 再做一下自我引用吧 所以呢 你就到我的Youtube網站上去 然後呢 還是一樣 在這個深度學習的 這個系列裡面 那我記得應該是第15部 在講那個 電影二元分類的時候 然後 你就把它抓下來 你就把它看一下 然後 下面這裡呢 有一個地方 我有講什麼東西叫做 Condition Mattress 什麼東西叫做 Precision Rate 什麼東西叫做 Record Rate 那只要把這個28分04秒按下去的話 那其實呢 這裡就有一些介紹 那我介紹這個東西 其實在原來的那本 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 的書 也是沒有的 但是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呢 我在這影片裡面有介紹 那有興趣的人呢 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書他在介紹什麼呢 他在介紹說 事實上呢 我們剛剛的做法有點粗糙啦 因為呢 我們就有分訓練跟測試 然後 假如說我們今天呢 就只有分這兩塊 結果呢 我們把訓練好的東西 就丟到測試資料去 那做不好再回來嗎 其實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他說呢 有時候呢 我們在訓練資料裡面呢 必須要切割一塊 叫做驗證資料出來 他就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呢 有時候呢 你的Data其實真的蠻少的 也就是說呢 你可能有2000筆Data好了 那這2000筆Data呢 你可能還要分成訓練跟測試 不然就是呢 2000筆Data都是訓練好了 但是呢 訓練的話 你還要再割一塊叫做驗證的 那這樣的話呢 真的能夠拿來做訓練的呢 其實樣本數就太少了 也就是說呢 今天你搞不好呢 這訓練資料呢 才2000筆 然後呢 2000筆裡面呢 你還要分80跟20 換句話說 你可能呢 要80% 1600筆呢 用來做訓練 然後呢 400筆用來做驗證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呢 今天你這個驗證資料 切在什麼地方 搞不好呢 就會大幅的影響 你做出來的結果 例如說你驗證資料 切在最後的這20% 跟你呢 驗證資料呢 切在 中間這20% 然後拿前面這一塊 跟後面這一塊去做訓練 然後呢 那中間這個驗證呢 去做 中間這塊去做驗證 搞不好這兩個東西 做出來的結果就差很多 畢竟你的 那個資料個數很少 所以呢 這裡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K-fold validation 就是K則的 驗證的方法 那這個K-fold validation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訓練資料裡面呢 勢必是 必須要切一塊出來 當作驗證資料的 但是呢 假如說我們的樣本數很少的話 那這個 驗證資料切在什麼地方 可能呢 跟我們最後訓練出來的結果 會差異很大 那這樣的話呢 怎麼辦呢 那乾脆呢 我們就多做幾次吧 什麼叫多做幾次呢 就是我們做第一次 然後呢 我們是拿最後的20% 的data來當作驗證 剩下當作訓練 然後呢 我們再做第二次 那第二次呢 我們就拿 60%到80% 這20%的data當驗證 剩下當訓練 然後呢 第三次呢 我們就拿 40%到60%的部分 當驗證 剩下當訓練 然後第四次呢 我們就把它拿 20%到40%的部分 當驗證 然後剩下當訓練 那第五次呢 我們就是拿 最前面的20% 當作驗證 剩下做訓練 那我們就會呢 做出五次的訓練 那這個呢 就叫做 5.4的validation 那我們就把這五次呢 做完之後 那就 把做出來的那個 預測的正確率呢 就把它 做一個平均吧 那可能呢 就叫做 我們呢 這個 2000筆的訓練data 最後訓練出來的 的平均結果是怎樣 那當然你假如說 你還要做更仔細的話 其實呢 你可以把這五次做完之後呢 再把這2000筆打散 就是把它用 我們之前所講過的 用亂數打散 打散之後呢 再把這 五個東西呢 再重做一次 然後呢 做完之後再打散 再把這訓練 再打散 然後呢 再把這個東西再做一次 當然來來回回做很多次 通常會好一點點 會好一點點 好 所以你假如說 你對這個 k4的validation 有興趣的話呢 那我又要來自我引用一次了 那就是呢 就是 應該是我這地方 也同一系列的第17個 也就是在講那個 如何用類神經網路來做回歸 那事實上呢 下面這裡就有一個所謂的 Velidation Your Approach 用於K4的Velidation 那裡面就有一些概念 會講的還蠻清楚的 然後呢 因為沒有講完 所以到第18步呢 還有 所以第18步你按下去之後 那其實呢 它直接就告訴你說 第17步的Velidation 還沒講完 我們繼續講下去吧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來這裡看一下 好 那但是呢 你自己要去寫這種 K4的Velidation 的程式 其實是有點辛苦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看看 你可能必須要寫個回圈 然後呢 說好吧 第一次呢 我們的Velidation Data 切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第二次切在什麼地方 第三次切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就要寫個回圈 然後讓它去跑 那可能是有點辛苦 但是呢 假如你是一個比較 傳統的那種 機器學習的方法的話 那或許呢 這個套件呢 都幫你寫好了 都幫你寫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來 像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它裡面呢 就有一個指令叫做 Logistic Regression CV 那CV的意思呢 就是Close Validation 顧名思義呢 就是它這裡面呢 其實就會幫你呢 自動把那個 K4的Velidation 然後呢 就在這邊的程式寫好 那你就不用自己 再去寫一個回圈 好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CV 它到底這個指令 裡面有哪些的選項 好 那這選項呢 還蠻多的 那其中呢 有一個就是 到底我們要做 K4的Velidation 那個K到底要選多少 事實上那個K呢 就是在這邊的CV的選項 那事實上呢 它預設是沒有選 預設是沒有選 可是呢 你會發現說 它告訴你呢 這個Default的Close Validation 的Generator 用什麼東西呢 用Straffier的K4的Velidation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 再去給它Google一下 也就是說呢 它那個地方 它雖然沒有選說 我那個K呢 是預設多少 可是它說呢 我就是預設用 所謂的Straffier的K4的Velidation 所以我們就去看一下 它的這一個官方的網頁 好 那它說呢 這個裡面呢 就是 CycleLearn裡面呢 它有一個Straffier的K4的 那這個指令呢 它說 我到底呢 這個K是切多少 那Default呢 就是設成3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CV的選項 假如都不去設定的話呢 那基本上它就是切成3塊 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是3-4的Velidation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寫CV等於多少 那通常呢 要切成幾塊 其實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的了 不過呢 可能切成5塊呢 是一個蠻多人做的做法 好 那你可能就會說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10 又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10呢 就說來話長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通常在 在做這種 所謂的logistic function 的那個分類的時候呢 那事實上呢 它都有一個東西呢 要去minimum 那或許呢 我們就會說 你必須minimum一個損失函數啊 那其實呢 在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呢 它是minimum什麼呢 事實上它是minimum一個 最大概是法 再加上一個負號 那因為呢 你今天一個分類問題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好像就是很多個 那個本物理的分配喔 所以呢 就可以用最大概是法 把最大概是函數寫出來 那通常呢 我們都需要去max 最大概是函數 可是呢 今天在做機器學習 或深度學習的時候呢 就是通常會去 極小化一個東西 叫損失函數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天你假如說 你是做分類問題的話呢 那通常 那個極小化的東西 其實就是 最大概是函數 加個負號 所以呢 我們事實上是會去 minimum一個 所謂的loss function 這件事情喔 可是呢 有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模型 實在是學的太好了 它呢 可能就把你的訓練的data 就訓練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可是訓練很好的話 有一個麻煩就是呢 你一般化 也就是generation的能力呢 可能就會變得很差 那就像呢 今天 給你一堆考古題 就把考古題背個滾瓜爛手 可是呢 再給你一些新的題目的話 你可能呢 就做不大好了 所以呢 我們機器學習呢 或深度學習呢 訓練的 目的就是呢 今天你對訓練資料呢 要訓練的有點好 但是又不能太好 那有點好就是 至少要訓練到某個準確度 但是呢 不能夠把所有的答案都背下 這樣太好也不好 所以呢 我們因為怕它呢 訓練的太好 所以呢 通常就會在這個 極小化的這個函數裡面 再加上一個懲罰項 那這懲罰項呢 說真的就有點像是 在數學上呢 在求一個受限制式 受限制式之下的 極大化或極小化的問題呢 通常就會加個什麼 Lagrange之類的東西喔 然後呢 就會有一個 Lagrange Multiplied的 的一個數跑出來 所以呢 其實就有點像是 那件事情了 換句話說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裡就加一個懲罰項 那這個懲罰什麼呢 那通常這裡就會有 所謂的L1 Regulation 或L2的 Regulation 那這個說來就有點話長了 大致 簡單說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今天假如L1 Regulation 就是希望你估計出來那些參數呢 的絕對值相加呢 那必須要受到一些限制 因為我們通常都認為呢 估計出來的參數 假如指標太大的話呢 應該可能 正確的可能性就會比較高 就是說這個模型呢 比較像是可以一般化的模型 可能性的可能性就會比較高 那假如說呢 你今天訓練出來的模型呢 有些參數特別大 有些參數特別小的話 那我們就覺得呢 嗯 這個東西可能模型很不穩定 因為你只要呢 解釋變速變動一點點的話 就會使得呢 預測出來的結果呢 就天方地覆 那我們通常呢 不是很喜歡 估計出來的模型 那些參數的值呢 太大 所以呢 通常我們就會加L1 Regulation 就是呢 所有的參數值 它的絕對值 那呢 必須要受到一些限制 那L2 Regulation呢 就是所有參數呢 的值平方 那加總呢 必須要受到一些的限制 就有點像是在求那個L2弄的感覺 所以呢 你就是會加一些懲罰項進去 那這個懲罰項呢 啊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你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機制去調整它 那假如說呢 你今天呢 懲罰項的權重弄得很高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像呢 這個機器呢 它在密密碼 這整塊紅色東西的時候 它都很努力的呢 在極小化你的懲罰項 因為你懲罰項 懲罰得太大了 你前面的層的權重太大 它就會呢 很努力的呢 去降低 你對它的懲罰 所以根本就沒有在做什麼訓練 那時候訓練的準確度呢 可能也會很差 但是呢 假如說你的懲罰項呢 的那個 嗯 射的太小的話 那幾乎就跟 例如說小到呢 幾乎就是等於0了 那就跟沒有射懲罰項一樣 那這時候呢 機器就會很努力的去 背標準 背考古題啊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喪失一般化的能力喔 好所以呢 這個懲罰項呢 到底權重需要是多少 那當然呢 就要好好的去決定它喔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這個 Logistic Regression 這個CV裡面 這個10呢 其實代表是什麼 其實代表是這個 CX CX等於10 那這個CX等於10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看 它事實上就告訴你說 我呢 其實就是對這個懲罰項呢 懲罰項 我有一個類似的 Language Multiply的Lampt 那你今天假設10的話 那我就是呢 把這個Lampt呢 從10的-4次方到10的正式次方呢 就把它大概 切成平均的10個點 然後呢去驗證看看 哪一個懲罰項會比較好 所以呢 其實這個10呢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呢這個Lampt 就是呢 去挑不同的Lampt的值 那挑不同Lampt的值 總共挑10個不同Lampt的值 然後來測試看看呢 到底在什麼樣的懲罰項之下 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10呢 並不是K for validation的K 它這個10呢 其實是代表說 我呢 對這種懲罰項的預設 那到底呢 要選幾個Lampt出來弄 那通常呢這個Lampt 你假如是選10的話 通常你假如是寫10的話 它這裡告訴你說 我Lampt就會在10的-4次方 到10的正式次方 去挑10個值出來 那通常呢 挑的指角越小的話呢 其實這個Lampt的限制就越大 懲罰項就越大 那這個Lampt的指角挑的越大的話呢 那這個懲罰項的權重就越小 這個事實上就是這邊所寫的 好所以呢 你今天假如用Logistic Regulation CV的話 你就發現它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功能 它呢 除了會幫你做K for validation 而且它預設就是K等於3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會呢 去幫你呢 在Lampt 在某個區間呢 去選一些指出來 好像在做格狀搜尋一樣 去找一個最似的 這個懲罰項的權重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Logistic Regulation CV它的功能 它裡面的功能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 例如呢 我們還可以再看什麼東西呢 例如說 它這裡還有一個Sover 那Sover呢 就是說 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優化器 或者是呢 最式化的演算法來做 所以呢 它說其實呢 這裡面有一些選項 你可以選LIB Linear 還可以選Newton 還可以選呢 什麼LB FGS等等 那你假如是呢 Logistic Regulation CV的話 其實它預設的呢 就是LB FGS這一個優化器 但是呢 這裡有一個蠻不錯的東西 叫做LIB LINEAR 這個倒是呢 值得去說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是 台大志工所它所開發的一個 它所開發的一個演算法 所以呢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就是呢 LIB LINEAR Python 那你就按下去 那就發現呢 它就連到台大志工所這邊了 然後呢 這個演算法呢 還蠻有名的 因為呢 根據我的記憶 你今天講的是 Logistic Regulation 就是不要加CV的那個 Logistic Regulation 或者是呢 SVM 像那個 支持像樣計的話 其實Python預設的演算法 都是這個演算法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個好像就是 台灣學術界的一個 一個國際輸出的一個 很成功的範例 但是呢 你假如說你是 用Logistic Regulation CV的話 它這邊呢 預設演算法呢 其實是另外演算法 叫做LBFGS 那這個演算法呢 真的是蠻坑蠻果 你有興趣 真的是可以讓你研究到 樂此不疲的地步 好所以呢 今天你就可以用這個 Logistic Regulation CV 你就記住呢 它裡面除了呢 預設幫你呢 K就是射3 也就是呢 是3 4 就是3 4 的 radition之外 它還有呢 可以讓你去選說 你那個懲罰項呢 讓它要選幾個 可能的數出來 然後去測試 所以感覺上 好像有兩個維度呢 可以去 讓你去做 做選擇一樣喔 好所以呢 你這裡就可以把它 跑一下 跑一下結果 它下面就告訴你說 這個爛檔我們選十個不同的值 也就是懲罰項的權重 我們就試了十個不同的值喔 然後呢 因為這裡 CV那個選項 那個選項是沒有選的 所以預設呢 我們剛剛看過了 事實上它就是做三次喔 好 那這書最後就告訴你說 你今天呢 假如Cross Validation 你要手動去做的話 也可以啦 就是呢 把上面這個東西呢 就把它拆解成兩部分 因為上面這東西呢 其實它好像是 Logistic Regression 再加上一個 Cross Validation 合起來的一個指令 事實上呢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拆開來做 怎麼拆開來做呢 就是你先在 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 先把這個Model設好 然後呢 你再去 引用一個指令 叫做 Cross Validation Score的幫忙 然後這個指令裡面呢 就可以去選擇 你呢 這個K要設多少 那也就是說呢 你假如剛剛是用 Logistic Regression CV的話 它就是呢 一次幫你好像呢 搜尋兩個維度 一個就是呢 K 就是K for the Validation 的K 你到底呢 那個K要設多少 那預設是三 另外一個維度呢 就是你的懲罰項 到底呢 那個讓它要選幾個值出來喔 但是呢 事實上你也可以分開來做 這是沒有問題了 所以呢 分開來做的話呢 你就是先做 Logistic Regression 先把那個懲罰項 到底呢 全重要選幾個 先把這個C 先確定下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叫做Model 好 那接下來呢 你就再 引用一個 Cross Validation Score 然後呢 就把剛剛這個Model 就把它丟進去 然後就把你的X跟Y丟進去 那這裡呢 CV 你就可以呢 自己去選說 你那個K for Validation 那個K到底要選多少 好 所以呢 例如說我們假如選4的話 那我們呢 現在因為沒有 測試資料的標準答案 所以呢 我們就全部都用訓練資料去做看看喔 好 所以做出來呢 就會得到4個準確率喔 那這個Score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就看你這個問題的本質是什麼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分類問題啊 所以那這個值 事實上呢 就是準確率喔 就是 你看你呢 每次 K色等於4的時候 你都是呢 在不同的4個地方呢 切出 Validation Data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所畫的那個K for Validation的圖 然後呢 每切出1塊 它就算一次 這個準確率是多少 然後呢 你再去選另外一個25% 那個Data當作Validation Data呢 它又再做一次 那又可以得到準確率喔 所以呢 你今天假如K色4的話 就是每次呢 都挖掉25%的Data 當作驗證Data 剩下都拿來做訓練 然後做完一次之後呢 再挖另外一個 不重疊的25%的Data 然後呢 抓出來做驗證Data 剩下做訓練Data 然後呢 再做一次又得到一個準確率喔 那當然呢 這個準確率呢 你就會得到4個準確率 因為我們CV是設4嘛 那假如說呢 你CV呢 設成3好了 那其實呢 它就是做3-fold validation 那就是呢 會得到3個準確率喔 那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設看看 弄成10會怎樣 它就是呢 做10-fold validation喔 好 那我們就把它 把它預設成作者給我們的4喔 所以你可以想像呢 當你今天你說你要 K-fold validation K設成4的時候 其實呢 在另一方面 關於懲罰項那個LAMTA 他也會去選10個不同的值LAMTA出來 然後呢 去挑最好的結果 報給你喔 好 所以這個就是呢 用手動的方式呢 把兩個維度 一個就是CV的K 另外一個就是懲罰項的那個LAMTA 到底要選幾個 就自己手動 分開做 好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score 就求一個平均數啦 那這樣子的話 或許你就會覺得說 嗯 這個 這個 做出來的結果呢 好像比較穩定一點喔 因為畢竟呢 當你DATA很少的時候 你呢 訓練DATA要 挖一塊去當做驗證資料的話 那那個 那塊到底挖在什麼地方 事實上是 會讓你的結果有天翻地覆的影響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倒不如 就是呢 每一次挖的狀況都算一次喔 那你今天呢 CASER等於4呢 就是每次都挖25% 然後呢 就做4次 每次挖的部分都沒有重疊的話 那就把做出來的這4次準確率 算個平均數 那或許呢 就會比較 比較穩定一點 好 那你假如說你對 closed validation score 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去把它給線上檢索一下吧 那例如說呢 像剛剛我們在做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 我們其實並沒有去檢索它 我們是檢索那個CV喔 所以事實上logistic regression 你也可以去檢索它一下 那為什麼要檢索呢 因為我就是要跟你說 那你看說這個SARB 那你看說這個SARB 用的就是台納子公所的LIB Lineal 就是預設就是這個演算法 所以這是一個蠻成功的學術表現 就是連SVM的預設演算法 其實都是用台納子公所所發明的這個演算法 好 那這本書呢 最後他就告訴你說 那我們在這個章節都只是簡單的介紹 還有StateModel跟PsychicLearn呢 這兩個套件 那事實上呢 你必須要繼續你的學習之路 所以他在課本 他的書後面就列了一大堆機器學習的書 那當然呢 這個領域呢 其實變動的很快 所以他列的書呢 說真的假如沒有改版的話呢 大概也說是很舊了 所以現在一定有更新滿科滿古的書 跑出來喔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選 你覺得不錯的機器學習的書 那我當初呢 在學那個機器學習的部分呢 那我看的是這一本書啊 就是有一個叫做Sebastian Rajka 那這個人呢 他寫的一本書 我當時是看的是第一版的 那我覺得這本書呢 寫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呢 他第一版出來之後 結果呢 機器學習裡面的一個小小的部分 叫深度學習 都突然爆紅了 那他這本書呢 都沒有寫到深度學習 所以看來就有點過時了 所以呢 他就趕快再出了第二版 那第二版呢 大概就增加了一倍的篇幅 後面整個呢 都在寫深度學習的部分 那我是覺得說 你假如要看機器學習 也就是俗稱的淺誠的學習的話 那前面看這本書呢 我覺得是不錯 當然呢 現在應該有更多 滿科滿古的書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那至於呢 後面的深度學習的話 我覺得看這本書 因為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不能講他 到底寫的好不好 但是呢 我覺得網路上 有一個系列的 中文的講深度學習的 還不錯的影片喔 那其實呢 就是我自己弄的 我要自我引用了 就是在我頻道裡面呢 那我選了一本書 那書名呢 叫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 但是你假如說 你用這個書名去查 應該也是查到滿科滿古 同名同姓的書了 所以呢 就要記住他的作者 事實上是François Cholet 那他呢 事實上就是Keras的創建者 Keras呢 就是一個做深度學習 他把底層的東西 都已經幫你解決了 讓你呢 很容易像熱高積木一樣 就疊疊疊疊的好幾層 就把神經網路 很容易的就疊起來 所以入門呢 就會比較快 那我就大概錄了70部的影片 那我覺得這本書 是一個很經典的書 我把這本書看完之後 大概對深度學習 就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但是這個領域還是變化很快 所以呢 不可否認的這些知識呢 都有點過時了 但是你假如說 當做入門呢 其實還算是不錯的啦 那例如說他會去介紹什麼東西 叫做DNN CNN RNN 然後呢 還會跟你介紹說要怎麼訓練呢 可能有一些小Peple要怎麼做 會比較好 然後 接下來呢 他還有 告訴你說 Keras怎麼去用函數式的方式 去把一個神經網路寫出來 然後呢 怎麼去用LSTM呢 去教電腦寫絲啊 然後呢 去做什麼Dip Dream啊 就是把一些圖片 然後加上奇幻的那個影像 那奇幻影像呢 事實上都是西洋跟大型的模型裡面呢 訓練出來之後 最後那幾層呢 也就是當初可能是要去辨識1000種動物 所以呢 一個大的模型呢 最後那幾層 大概呢 都是已經辨識出什麼鳥的頭啊 貓的眼睛啊 狗的尾巴等等 然後就把那些東西 全部套用在你所選出來的一個圖片 他就會去抓說 這個圖片裡面 似乎好像是狗躲在這邊的感覺 那就會做出一些很迷幻的效果 那六呢 還有神經風格遷移 這個大家應該都看過很多遍了 就是呢 我們今天可以把一張圖片 加上飯骨的風格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 還有什麼AE跟VAE啊 變分支編碼器 還有對抗生產網路的簡介等等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都是 對初學來講 應該是還不錯的 入門的影片啊 那有興趣的呢 就請大家自己來看吧 好 所以呢 這一張大概就介紹到這邊 那基本上他就是在介紹一些 Python裡面的一些建模的函數庫啊 好 那其實這本書呢 到上一張幾乎就結束了 第13張只是介紹一些 Python的一些建模函數庫 第14張呢 整個都在介紹一些市場上實際的資料 然後把我們這本書講過的一些內容呢 大概又運用了五一遍 就算練功練好之後呢 那就是有一次上場實際上場的機會 把以前練的東西都融會關通起來 所以基本上該講的也都講完了 那剩下就是實力的總和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個第13張呢 就先停在這邊吧